美国加州客家联合会举办了客家传统文化系列活动 孝德大寿 在客家常青会以及客家妇女会精心安排之下 同时呢也为乔务顾问涂泽民来举办了80岁的大寿寿宴 以及3月份的请生会 驻洛杉矶办事处的处长龚中成 洛杉桥教中心的主任梁崇礼 还有副主任邱昌生等人 都和他们的夫人一块出席 场面很盛大 一盘漂亮的寿陶看起来喜气洋洋 南加州地区乔务顾问 也是南加园艺盆栽达人的客家子弟 涂泽民举办80大寿宿宴 驻洛杉矶办事处处长龚中成夫妇 洛桥中心主任梁崇礼 及副主任邱昌生夫妇都到场亲贺 那么我们希望涂大哥 在我们的客家的这个领域里面 还是我们很伟大的一个领袖 虽然他现在八十几岁 真的看不出来 那么在这里 我们来参加这个寿宴 也沾了这个喜气 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美满如意 按照客家习俗 凡家族成员 逢五十六十七十岁 都要设宴邀亲友一同庆祝 尤其是八十大寿 更要有子孙筹办 孝德大寿 其助长辈 因此当天满桌的客家加油 可都是涂太太清晨四点起床 和女儿媳妇一手包办的 美国客家会馆还特别印制 介绍手册 将孝道美德 升值客家子弟心中 参序中处长 公中成也致赠生日礼物 给图曾名顾问 图顾问则是逐桌敬酒致谢 这场孝德大寿 不但兵主敬欢 更给予客家海外子弟 了解优良传统文化的机会 台湾关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导 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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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